特斯拉在出招,在台湾正式开放订购Model Y后轮驱动版本,售价则是179.99万,对比之前贩售Long Range版本的212.79万,以及Performance的238.79万元,特斯拉等于把Model Y的入手门槛,一口气降低了将近33万台币,尤其对比目前唯一的台湾国产版本电动车,也就是纳智杰的N7,其中最高阶的7人亮点版,售价是134.9万,等于最入门的特斯拉Model Y, 对上国产版本最高阶的纳智杰的N7电动车7人亮点版,两者价差只剩45万元。